HELLO 大家好,今天跟大家介紹這個笑話的日誌 我看新聞的標題是退休班警 他說是休班警,但內文就寫著退休警員 Anyway,總之都是警員 大家知道在新聞上看到,他不會是一個執行警務中的警員 他一定會是休班警 他執行期間是一定不會犯法的,或者在職期間也不會犯法 總之你不是退休,就是休班 我不明白為何會有休班 例如你一個保安員才說 你會不會是休班保安員犯法? 不會,因為保安員就是保安員 餐廳適應,你不會是休班餐廳適應 黑人問號 我一直對新聞的報道方法很奇怪 為何要警察一定是休班警 其他職業的人不是休班 我們繼續說回這件事 說回正題 這個被告蘇志華 是56歲,退休警員 他在日前在尖沙咀 去酒吧蒲園喝完 響應政府夜市 即是爺爺和孫兒去劈酒 他看到有一個醉漢 應該是坐在地上還是怎樣 不省人事 喝大了 大家應該都不太驚訝 因為尖沙咀有些酒吧街 很多時候喝大了就坐在地上 這個警員 看到醉漢 就拿著電話 而這電話是iPhone 14 Pro 這個報道寫價值 11,099 但我很好奇 我自己也是用 上年還是前年我忘記了 11,000 這個是App Store的價錢 但大家知道 昨晚已經公佈了iPhone 15 通常大家知道 你一出身 上一代就一定是劈價 這個話題可能是拆開 但我這些影片一向都是這樣 這個11,000多 其實已經不行 現在最新的回收價 6,000至7,000 但我們不要拆開話題 總之是1萬元的電話 他依說這個警員 應該是見財心起 他就拿了電話 然後想走路的時候 接著就被兩名同袍 這個就不是休班警 兩名在職警員 就截查 截查的時候 發現了他身上有這部電話 其實整宗案 新聞的報道是沒有說得很白的 但其實你想的很奇怪 你想一下 真的好地地 你首先你是夥計 以及你退休了 你也是夥計 一般來說 就算他在街上截查了你 發現你手上 就算你有兩部電話 即是你自己一部和你剛才撿 其實都沒有什麼 其實你是很正常 有兩部電話 即是今時今日有兩部電話 不是那麼奇怪 我開部分身打怪物彈珠 可不可以犯法 可能我有公司 即是公司電話來 你這部可以嗎 可以的 那我不明白 那我截查了兩部電話 一般來說警察不會理 即是你被鬼鬥過 你也知道他查完你身份證 加上你自己 大家都是同袍 其實說兩句是可以走的 但不知為何這兩個警察 是知道 即是這個是老鼠貨 即是你電話撻回來 然後將他拘捕 不據知 即是當時被告 被兩個同袍 截查之後 他就求疑會希望大家放過他 即是甚麼甚麼 整件事很奇怪 你不覺得嗎 即是我剛才說的異點 所以我初步懷疑 其實這兩個警員應該是看到蘇智華 是偷別人的電話 整個過程 如果不是一般來說 你怎會知道 當然有另一個可能 就是這個罪漢 自己報警 首先他沒有電話 怎麼報警 其實現在都很難 即是以前我們的年代 都還有電話 現在都基本上是絕跡 但我們不要拆開話題 總之 因為唯一的可能 就是這兩個警員 就是看到他犯案的過程 或者是這個罪漢 就不知如何清醒 然後報警 但其實這個可能性很低 因為 首先 他是醉到不省人士 然後蘇智華拿了電話 之後就離開了 他就馬上離開了 那由不省人士去到有意識 就算那些最厲害的聖酒院 我看到 你沒有一兩個小時 其實應該沒甚麼可能 其實我也不知道 因為我自己沒喝醉過 如果有醉了 朋友告訴我 就是由你這個不省人士去到你有意識 知道自己不見電話 報警 這個過程其實要多久呢 就是聖酒 總之 預視者 總之抓了 然後蘇智華 他的辯論理由都很蒼白 我覺得其實 我看完之後 我覺得很好笑 這個蘇智華 就說 他當時 其實是出於一個 雖然他退休了 但他出於一個警員的職責 他看到有人暈了在街上 他很擔心 他很擔心 他不是擔心這個人的性命有危險 他擔心這個人的財物有危險 他就說 他看到這部電話 他擔心會被人偷了 所以他就先拿了他的電話 然後就打算拿去尖沙咀警署報案 你自己 你自己 說完你都想笑 首先 你看到罪漢 躺在街上 危險 你是不是應該擔心他的性命多些 而不是擔心 人家手上那部 一萬一千零九十九元的iPhone14 Pro 對不對 而且你拿去那個 拿人家的電話 然後你拿去警署報案 你自己 就算作為一個普通人 聽到也覺得有問題 加上你自己作為一個警員 你應該知道我的手質是怎樣 如果你真的覺得這個人是有危險 你是不是應該打電話報警 然後叫警員 即是叫軍莊來 看看發生什麼事 而你根本這個 這個行為 根本是匪夷所思 首先你拿去iPhone 你有沒有拿到銀包呢 因為你裡面 你的證供是擔心他財物 那財物除了電話之外 你有沒有拿到銀包呢 你拿就死 不拿就死 因為如果你拿到銀包 我覺得他更差一條罪 對不對 更嚴重 但你不拿的話 變相你的辯論理由 是不合理的 對不對 於是就這樣 他就說 拿之前有問過罪漢 他就問我罪漢 我一拿你的東西 可以嗎 可以嗎 對方就沒有反應 然後就把手機拿了 其實看完之後 你也是個白癡 你都說他罪到不省人事 然後你問他 我拿你的東西 這個世界不會有迷奸 不會有執屍 我現在強姦你 我現在要進入 行不行 人家都暈倒了 你是不是很傻 這個世界不會有強姦 找低B 真的前後矛盾 根本都不用整部堂龍 你都打得入 對不對 好 於是 然後 他不是兩名警員 而是三名 他就說 沿途被三名便衣 警員截停 然後其中有一個警員 就說 你這麼多手 剛才你好像拿了一部電話 其實這三個警員 就看到了 所以先將他拘捕 就是這樣 他就算表露了自己的警員身份 這個時候他有表露自己的警員身份 但他又說退休 我不知道是這案子發生了之後 他被退休還是怎樣 還是當時是休班 但是別說 說真的 你這些這麼小的職位 別人鬼理你 說真的 如果你大顆一點 你高級督察 那些便衣都說 原來是誤會 你上去報警 OK 尖沙咀警署走這邊 你認識路 但你不是 你自己是個普通的高級 高級警員其實很小 這個之後再跟大家說 於是拉了他 最後就上法庭告他 這個被告證 他當警察當了38年 他沒有大過錯 問心無愧 他就說這些事從來都沒有發生過 當然 如果你發生過 警方當了38年 我看你那個 你警方那個機制都幾有問題 然後他就說 可能被少少酒精影響到我的判斷 他就說 美中不足 未能盡善盡美 其實他沒有錯 他覺得自己沒有錯 只不過他判斷是美中不足 未能盡善盡美 另外我想起 新的那個道歉 他道歉他沒有 我沒有錯的 我做得不夠好 是說不代表我做得不好 我做得不夠好 我做得不夠好 你明白嗎 這些真是 我為官司判斷你幾個 你不加拿來 太知法犯法 這些 如是者 他的判詞 這樣都告不入的話 其實法律可以收皮 有證據 而且這個人證 就是三個便衣看著他 這個人證已經是一個非常合理的理由 整件事就是這樣 不知道大家怎麼看 這些 首先 我當了三十八年才是高級警員 高級警員 不是高級督察 大家知道 其實所謂的高級警員 是所謂的三柴之類 比督察還小 督察 督察其實基本上 很難升 可能你有當我差的朋友 因為督察基本上 大學畢業空降 直接空降 就像麥當勞的經理一樣 但是這個是有少少不同的 OK 有少少不同 因為你要升督察 你要健波 你要考試 你沒有學歷的話 你做自己一輩子 做了三十八年才是高級警員 就算了 他打算拗長亮 說真的 就是這樣 所以這麼小 就該你被人拘捕 做了三十八年才做高級警員 做高級警員 整件事就是這樣 但是你作為高級警員 做了三十八年 因為他雖然有頂身點 就是警察工作 那個人工 但是說真的 你人工都不低 三十八年 我不知道 我斷計 你也有兩皮幾一定有 我不知道 應該三皮四 四皮沒有三皮幾有吧 我想 三皮應該都有 三十八年 做了 你人工都不斷提升 理論上 就算有頂身 說真的 你貪那部 一萬多的iPhone 你自家就要跌價 iPhone15 昨天出 我真的 你偷了 你也等多幾個月 你也偷iPhone15 你也偷iPhone15 你以為iPhone15出的時候 你偷iPhone14 你拿去先達 都不知道賣不賣到六千元 河邊呢 是否才弄得這樣 我不知道他長亮 可能會斷了長亮 我真的恭喜他 你真是值得 因小失大 貪了這些小便宜 我覺得這些很便宜 真的很便宜 真的很便宜 你要貪一貪更厲害 好像前幾天 男亞 男亞仔打劫那些 幾百萬標行 雖然被人拘捕 但是起碼 人家都做過 我偷過一萬元的iPhone 就要是老鼠貨 拿去放 可能只剩下五六千元 這樣被人笑 你因小失大 今天先說到這裡 我們明天見 拜拜